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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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各位聚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我們先翻開課本 看這個佛法概論的目次 先看目次第一頁 我們大概知道佛法概論要講些什麼 他總共有分做二十章 就是二十個章節 那麼這二十個章節 也依照應聲導師自己的視序上說 他大概分做三部分 一部分最早的就是 他的講義 阿涵講藥 這個是在漢藏教理學院講的 那麼另外一部分 基本上就是 他在廈門南普陀講的 那還有一部分就是只有一章 第七章 是他原先自己寫的 那大概就這三部分 那他後面會講 但是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我們看第一章 法與法的創覺者 及奉行者 那麼第二章 是教法 那麼這兩章 這兩章 基本上是他後來 為了要上 在廈門南普陀的大絕講這 講這個佛法概論 那麼他最早在漢藏教理學院講的時候 叫做阿涵講藥 我們先翻到秩序第一頁來好了 等一下再回頭來看章節 秩序 秩序的第一頁 好 先把前面這一段 我們先看了 然後再翻過來看牧次 他說三十三年秋 這個都是講民國 民國三十三年 那導師是前 民國前六年 所以你在家六歲就是了 他就是他的歲數 三十三年他是民國前六年出生的 所以大概就是三十九歲 那麼他在北北漢藏教理院講阿涵講藥 我們先把這一段先看 等於再來 再來詳細的說明 他說 十三講兒子 就總共 講了十三講 那 講稿陸續發表於海曹音 所以第一部分就是他阿涵講藥的講義 就是講稿了 第一部分 這個是最原始的部分 就是 這個佛法概念 大概就 有三部分了 那第二個 那麼這一些講稿後來就 也發表在海曹音 那就是一篇一篇發表在海曹音 那海曹音是佛教辦最久的一個佛教月刊 一直到現在都還有 那他是在一九一九年開始創刊 那是由太虛大師 那一九一九年現在已經2015年了 那麼已經將近要一百年了 那二零二一年 今年是 今年是西元幾年了 二零幾年了 二零二一沒錯吧 我忘記了 二零二一年 那他是一九一九 已經超過一百年了 那所以 他是創刊最久的 一直到現在都還有在發行 那發表在海曹音 那因為他這個發表 那麼當時 讓大家很多人都認識這個運順導師 那麼太虛大師也非常欣賞 那麼甚至把運順導師 發表在海曹音的這個阿涵獎要 請為海曹音一年以來最好的作品 還特別發獎金給運順導師 那個時候運順導師是太虛大師的弟子 他不是他徒弟 但是就是依止太虛大師的 他不是他剔度的 他是親戀善人剔度的 但是之後大概都是依止太虛大師的 那 由於文字通俗 就是沒有像古 祖師大德那些文言文 或是名相那麼多 比較沒有 那麼得到讀者不少的頭簡 其實就是很多人都很認同 基本上是這樣 但這還是沒有完成的慘稿 就是說他還沒講完 意思就是他其實還要講 還沒講完 但是就講到十三講 那麼就沒有講完 那麼這是第一部分 我們先了解到這個佛法高靈 到底是怎麼來的 他的前身 就是最原始的那一部分 就是阿罕講藥 那我們可以知道他就是以阿罕經為主的 那麼這個是很 比較 比較很不一樣的 為什麼 如果現在很多人 現在有人有阿罕講藝 那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你要知道導師那個時代 沒有人在研究阿罕經的 尤其是北傳佛教徒 一聽到阿罕經那個小聖的 我是大聖的 一聽到阿罕經沒有人要學習的 也沒有人在講的 那麼研究的都是天台 華言 一切之地論都是這一些大乘的 一講到小聖 就沒有人要研究了 因為大家都不想做小聖的嘛 所以導師那個時候 有一個觀念 是當時人沒有的 就是阿罕經不是小聖 阿罕經是根本 就是根本佛教 那麼這個觀念當時的人是沒有的 那當時就是 就是古來佛教傳到中國來 最早流行的是般若經 最早流行的 但最早不是最早傳的 但最早流行的是般若經 那麼一開始 後來就是華言經法華經這些 形成各個宗派 那大家都以大聖成佛為主 大聖經典為主 那阿罕經都把它歸為小聖 那麼你只要這一些經論 因為都要先叛教嘛 只要判為小聖 那個就沒有人要學了 那所以 大概一千多年來 應該可以說 兩千多年來啦 那將近兩千年 因為佛法傳來是在 西元一世紀初嘛 就是西元一年零年一年 那個時候 四十二章經大概是 六十五年還是西元一百多年 就是比較多佛法 大概就是東漢西漢之間 西元前到西元這個中間 所以到現在如果是兩千年 那就是兩千 已經流行兩千年了 那一份導師開始提倡阿罕經的時代 大概是 現在講 民國三十三年 一九四 再加一九一一嘛 一九四四 大概是這樣 所以也將近兩千年 那麼幾乎那個時候沒有人在 研究阿罕經的 沒有 所以這個是很難得的 好 那所以他講阿罕講要 那他說 金春 一樣那一年的 他不是 他這個是金春 這個金是 我們來看一下 翻到第三頁 他這個字序是寫在民國三十八年 所以這個金就是 今年是三十八年 民國三十八年 講的這個金是 今年是指民國三十八年 因為他在三十八年寫這個字序嘛 所以就是三十八年 春天 講學下到 才將原稿的十三獎 除去第一獎 那麼原稿裡面有一張他沒有放進來 他為什麼沒有放進來呢 因為這一張牽涉的比較複雜 那麼這一張在 印度佛教釋講寺裡面大概有 就是主要是講 榮術的士西壇怎麼判色 那麼跟佛法的關係 跟阿罕的關係 跟現在我們佛教的關係 這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我們先 先把這一段看過 然後了解這整個 二十張的架構 然後再來仔細講這個 好 所以他講 那麼第一張沒有 就是十三獎裡面沒有 沒有第一張 第一獎 那麼其餘的在經過修正補充 就是原來的十三獎出去第一張就變成十二獎嘛 那麼十二獎 並不是就把十二獎放上來 不是 在修正補充 從編 所以這個不是原來的阿罕講要 就是 他的架構是阿罕講要 但是 把它在 這裡講 修正補充 從編 然後有一張是除外 就是 除去一張 然後修正補充 從編 那麼就是十二獎分為九章 就十二獎分為九章 那麼 那麼這九章就是 從第三章到第十二章 好 那我們先 他說其中第七章 是採用舊作行為的價值與生命而改寫的 所以這個第七章 不是阿罕講要的 是他另外的 另外寫的一篇文章 那麼所以 這個就包含兩部分 好 那 前面又補寫 序言與出二章 就是他為了要在 廈門 廈島就是廈門是一個島 那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 南普陀佛學院 閩南佛學院 廈門南普陀有一個 閩南佛學院 那 我們來看 他為了要在那邊講 那 所以又寫了一些東西 所以 第一部分就是 嗯 在 在 北北漢藏教育學院講的 第二部分就是他 其實就是第七章 那麼 他原來 所寫的 那麼第三部分就是 他在心編的 心寫的 那這中間大概就是 三十三年 在 漢藏教育學院講 到三十八年 大概就是六年的時間 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 在五到六年的時間 好 那麼 前面第一章第二章 序言 跟初二章 第一章第二章 略論佛法的根本 三保 那麼又寫了十三到二十章 就是第一章第二章 跟十三到二十章 全部二十章 這個是在 後來要去 廈門 講課的時候 寫的 然後再加上 他一篇 舊的著作 原來寫的 還有 在 還有他原來 在 漢藏教育學院講的 就這三部分 這整個佛法概論 就這三部分 好 那麼 所以他說 寫了十三章到二十章 說明學佛者 深淺不等的行政 好 那麼所以他主要分三部分 就是他的文章 來源分三部分 他的架構也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略論三保 就是第一章第二章 佛法的三保 那麼第三章到第十二章 就是 主要是阿涵經裡面的 就是他阿涵講要的東西 那麼十三章到二十章 這是他後來寫的 是在講學佛者 有哪些 那麼在家出家 凡夫聖人 神文 辟知佛 菩薩 反正就講這一些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就知道了 然後 這一些各個生前不同的行政 修行 修些什麼 正德正德什麼 就把這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 有一個佛法概論的架構 就是 他的來源 就是三部分 就是他原來阿涵講要 這個在漢藏教理學院講的 第二部分就是 他的著作 行為與價值的真面 這一篇而已 第七章 就是講業力 就是導致把它改成 業力 我們看一下翻過來 第七章改成什麼 看第四頁 佛法概論的目次第四頁 行為的價值與生命 他給他一個什麼標題 有情流轉的業力 就是關於有情流轉的業力 那麼這個他原來是 他可能發表的文章 不知道有沒有發表 那麼 原來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他原來寫的 就是他最早有寫這一篇 那麼 就把它現在改成 關於有情流轉的業力 當然可能 後來也稍微有改寫一下 因為他有講 他不是原來的 他是依原來的講稿修正 改寫 那 所以 我們就知道 現在 就是依佛法概論這一本書 那麼他的 導師寫的這本書 他有 主要有三個來源 一個是 憨章教理學院講的阿涵講要的講義 然後再補充說明改寫的 第二部分 就是他原來 可能在 講這個憨章教理學院講阿涵講要之前 他就寫了的 他不知道什麼 這篇不知道什麼都會寫的 但是他原來就有的寫的 第七章 關於業力的 比如有情流轉業力這一篇的 第三個就是 他在廈門 閩南佛學院講課的時候 那個叫做大絕講色 就不知道有沒有 那麼 就是在閩南佛學院大絕講色 那一邊 為了要講 那 在心寫的 那麼這三部分 是佛法概論的整個來源 那他裡面的架構 就是第一篇跟第二篇是新寫的 這個是在閩南佛學院 那個時候要講的時候寫的 主要是講三寶 佛法的三寶 那麼第三章到第十二章 是有關於阿涵的 就是佛法這一部分 佛法裡面的內容 那麼 第 第十三章到二十章 那麼 這個是 第十三章到二十章 主要就是 他這裡講 學佛者深淺不懂的行政 先講有哪些學佛者 那 都是怎麼修學 一些怎麼樣不同的 殊勝跟功德 講這個 這三部分 很容易經 佛法概論在講什麼 主要就是 以阿涵為本 然後講到 這整個佛法的內涵 那麼學習佛法的人 有哪些 那麼 所得的 這個殊勝 功德 有哪些 就講這個 好 那這個是 所謂的佛法概論 那這個佛法的 這個佛法的這個標題 主要放在佛 後面會討論到 什麼是佛法 那主要是 以阿涵為根本 那 這個是佛法概論的最 就是說 我們還沒讀這本書之前 那麼先了解佛法概論的整個架構 就是 他這本書是由什麼組合而成的 它裡面的主要三大架構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三寶 佛法生三寶 然後來自然就是佛法這一塊 以阿涵經為主 然後再來你叫 學習佛法的人 好 那來看 放過來看牧次 那我們先前面講到 導師先稍微自己介紹一下 然後先來看牧次 自序序言 剛才我們稍微有提到 所以有一點印象 法與法的創覺者及奉行者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三寶 法 所以三寶是以法為核心 那麼正的這個法則是什麼 覺悟到這個法則 正覺這個法則叫做佛 那為什麼叫創覺呢 因為他第一個覺悟的 所以 創就是 剛 就是 之前沒有人 他是第一個 所以叫做創覺 他並不是 像捨立佛就不是創覺啦 因為捨立佛是有人告訴他的 那麼我們也可以講先覺 那麼 或是創覺 就是第一個 那創覺就是佛 那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覺悟這個法則我們叫正覺 但是他是第一個得正覺的 所以叫做創覺 就是這樣 那 法 跟 法的創覺者 覺悟到這個法的 法是什麼 這裡的法就是真理 真理 法的內涵很複雜 那後面也會講到什麼叫做法 那這裡的法是指真理 那麼 正到真理的人 覺悟到這個真理的人 就叫做佛 佛是覺者的意思 好 奉行者 奉行者 奉行者是什麼 是生 是佛弟子 所以這個就是三寶 這導致後來 為了在 廈門南普陀大學獎社獎 就是米南普陀大學獎社獎 在大學獎社獎 在大學獎社獎 那麼 特別寫的 特別寫的 三寶 好 那 所以他這個法裡面就探討到 法的分類 那麼 覺悟法的人 那 還有奉行者 就是生 這個就是三寶 好 翻過來 然後在探討這個法 所謂的叫法 前面是依這個法的分類 講義見法 文語法 歸語法 那麼這裡再說 佛所說的法 叫法 好 那麼跟教典 就叫法跟教典 好 那 第三章開始 這個 這前面兩章是他補寫 就是他後來寫的 那麼第三章 我們來看 有情人類為本的佛法 有情與有情的身心 有情的延續與心身 有情流轉生死的根本 關於有情流轉的業力 好 那麼這很明顯的 第三章到第七章的核心主題 就是什麼 有情 有沒有 這是有情 所以你看 人類為本的佛法 就是有 就是佛法中的核心 對象 是有情 有情中的核心 是人 那 所以 這個是佛法的根本 以人為本的佛法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運聖導師 運聖導師為什麼要這樣強調呢 因為 在運聖導師那個時代 佛法不是以人為本 是什麼本 鬼本 所以人間佛教嗎 就是 送經都是送給鬼聽的 送經是送給鬼聽的 是為了要超度鬼的 那念佛 是為了死後能夠到好地方去的 也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這一生做人的時候 可以用的 你這邊好好念佛 等到死了 你就生到好的地方 是這個 所以也不是 那麼生死了 你可能生天啊 可能哪裡啊 不一定 我們知道 既然類似天人的境界 也不是以人為本的 也不是現在我們做人 要用的 可以用的 不是也不是 所以 人間佛教 就是 把 以鬼 太虛道士是講人生嘛 就是要 改掉這個以鬼為本的佛教 人死就做鬼嗎 所以要了送經超度嗎 那麼超度的不是超度這些人 超度那些鬼 或是 為了死後能夠生天的嗎 也不是現在 在人間 好好忍耐 好好忍耐 等你死了 你都到好地方去啦 所以現在這些事不要管太多 也不要想太多 好好念佛 一心求往生就好 這種觀念 在運順導師之前那個時代 那麼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 他特別提出 人間 既不是往鬼 也不是往天 就是在人間 所以 有情 為本 就是佛法 佛法的核心 就是 就是 研究佛所說的法 他的對象 那麼 就是有情 有情有六道 六道裡面 是以人為本 主要是人 人裡面主要是什麼 佛弟子 因為他不一定信你啊 那 就是有聞到佛法 那麼相信 一知遵行的人 當然 那 不是佛弟子 就想辦法讓他成為佛弟子 其實是這樣 那以人為本 那麼 主要是佛弟子 主要是佛弟子 佛法說法的對象主要是佛弟子 那麼 旁擊到一般的人 外道 所以很多外道 很多外道後來成為佛弟子 或一般的人 也不是外道 就是世間的人 他後來成為佛弟子 但是佛說法的對象 不是只有佛弟子 不是只有佛弟子 但是以佛弟子為主 那麼以人為主 他也有收給天人聽啊 也有收給鬼神聽 但比較少 很少 那麼說給外道聽的也不多 主要是人 跟佛弟子 那佛弟子裡面主要的是出家弟子 在家弟子也有 不是沒有 也算多啦 但是主要 就是 我們看整個佛法裡面的 的一個核心 所以有錢 為本的佛法 你說也可以講以人為本的佛法 其實是這樣的 就把佛法 佛法整個釐清了 因為大聖經典後來有一些 變成都是在天上講的 像華元經 有些 很多都是在天上講的 那麼佛弟子很多都變成 這些天神 鬼神 就變成非常的多了 好 好 那我們來看 所以第三章 從 人類為本的 以人為本的佛法 那麼 講到 既然以人為本 那麼就講到 人 你看這裡 有情與有情的身心 那麼有情的分析主要還是 人 暈觸界 只要是救人說的 只要救人說的 天人不一定喔 比如說 武運 射受講行事 你到了 你到了無射界就沒有射啊 那甚至沒有受跟 有些沒有受跟想 那 就是 是 並不是所有的眾生都有五運 不是的 五運 六處 眼耳鼻舌生意 那麼十八戒 運觸界 主要是依人而說的 所以他這裡 有情的分析 有情的身心 還是以人 還是以人 雖然 只有第一章講人類為本 但後面的有情 主要都是指人 主要都是指人 那麼涉及到其他的眾生 那麼 那麼有情到底怎麼來的 相聚而有的有情到底怎麼來的 那麼 所以他有延續於新生 那麼有情 怎麼會這樣 生生滅滅 生生死死 他是 以什麼原因而形成這樣的 就是講業律 那生是根本 然後再講到 他流轉的業律 就講這個 然後 後面 就講你看 佛法的心理觀 因為講到這個 佛法裡面 心為一切 法的主導 業也是依心而有 所以就講到心 佛法裡面探討的心 心意識 然後再講到我們這個世間 因為世間 因為世間就是有情世間 國土世間 五運世間 那五運世間就是前面的 所謂的 這個 有情的分析 那國土世間就講到 我們的世間這個 那有情世間 就前面說的這些有情 怎樣怎樣 六道啊 有的沒有的這些 所以這個其實 佛法裡面探討 我們現在看得到的 所知道的 讓我們了解 因為主要是我們嘛 人 那我們身在這個世間 首先是我們是怎麼來的 我們現在是什麼狀態 那麼未來會怎麼樣 為什麼 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麼大概就探討這一些 那麼這種其實在 在長久以來 人都會想這些問題 人就會想這些問題 就是 我為什麼出現在這個世間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誰來決定的 那以後會怎麼樣 就是我現在是怎麼樣 我以前是怎麼樣 我未來是怎麼樣 基本上一般都會想到這一些 所以就開始形成所謂的宗教跟哲學 好 那麼也會探討這一些 那麼最重要開始第十章 佛法的核心就是緣起 那麼所以 法的核心是緣起 那麼佛法教化的對象 就是佛法的根本 它的核心理論是緣起 那佛法所教化的對象 色色的對象是人 是友情 友情中的人 所以這前面就要講這一些 那所謂論音說音 那麼緣起法 那第十二章 講到三大理性的統一 就是你所證得的所謂世間的真理 那麼所謂三法印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集聚 由諸行無常 得諸法無我 由諸法無我 得涅槃集聚 其實是這樣子的 好 那就講到三大理性的統一 那麼這個是 是導師 我們說第二章 第七章除外 那麼 就是他 依他的著作再加進去的 那第三章到第十二章 都是他阿罕講要的內容 好 那麼第十三章開始 就是他後來在補寫的 因為他沒有講完嘛 就停止了 但是還沒有完整 所以他後來有機會在大學講課的時候 就把他補寫完整 那麼形成一個佛法概論 他之前講的叫做阿罕講要 那麼在佛法概論這個書的名稱是 他後來在大學講課 就是 廈門講課的時候 給他一個新的名字 他不叫做阿罕講話 就叫做佛法概論 所以佛法概論在那個時候 就給他一個講題叫做佛法概論 那麼十三章 是他後來寫的 你看 就中道 緣起中道 那麼這一些從中道範論 到十三章十四章都在講德行 都在講德行 那前面緣起是在講那個佛法的核心的道理 那我們說 不管解脫道 菩薩道 他都包含三個部分 道理 道路 跟道德 就包含這三個部分 那麼道理就是他的核心原理 那麼道路就是怎麼證得這個真理的方法 那麼道德就是你證得這個真理 你要具備什麼樣的功德 或是你證得的這個 你有什麼樣的殊勝功德 是佛法 佛法我們剛剛講道 不管是解脫道 菩薩道 他基本上 道理 道路 道理就是真理 證得真理的方法 比如說戒定慧 六度波羅蜜 不管你是菩薩道還是解脫道 還是人天道 一樣 佛法如果分做五勝的話 菩薩道 解脫道 或是幸福之道 我們叫人天道 基本上就分五勝 這個是神文言解 這個是菩薩佛 這個是人跟天 就五勝 後來就五勝佛法 成佛之道就講這個 成佛之道講的是 主要是從這裡到這裡到這裡 有共不共的 那這個道理面主要 道理 道理的核心 這道理就真理 主要就是元起 元起 元起又可以講 分成元起的主要核心 就是在講無我 講中道 講世帝 其實就是這樣 元起無我 元起中道 元起世帝 那麼道路 就是證得這個道理 能夠見元起的方法 或證得世帝的方法 證得中道的方法 見到無我的方法 那 那麼 基本上如果是佛道 成佛的 那當然要具備的就是 不只是智慧而已 還有慈悲 就悲之元滿 那麼 證得真理的方法 方法 跟次第 方法跟次第 那麼 另外 道德 就是你要具備的 你要具備的德性 我們叫功德 一般我們常講功德 跟殊聖 跟你獲得 你贈得之後的殊聖功德 就是你要具備的功德 跟你獲得的 你還沒聖得之前 你要具備什麼樣的功德 你已經獲得了之後 你得到什麼殊聖的功德 或是一般這裡 這裡叫做德性 所以成佛就是道德的圓滿 德性 功德的殊聖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講 每一本經都在講三部分 每一本經都有三部分 大家都在形容這個道德 你看 之前我常常跟大家講過 修行的原理及方法 修行的原理 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次第 就是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修行的功德 已經成就的人具有什麼功德 你就知道 你要想成就 你必須具備什麼功德 就像這樣 那一樣 你看 是這個一樣 道理 修行的原理 比如說原情 無我 比如說 輪迴 有情會輪迴 那麼有情為什麼會輪迴 因為有業 為什麼會有業 因為有煩惱 為什麼會有煩惱 因為有我見我愛 那這個就是 他輪迴的理論嘛 原理嘛 好 那你要怎麼樣得解脫 無明滅則行 用行滅則寺廟 就這樣 你首先要 核心 你的目標 你的目標就是 要把無我去掉 好那怎麼去掉無我 首先從我愛 或是我見下手 有不同的方法 他就開始有次第 第一步要怎麼做 第二步要怎麼做 第二步要怎麼做 然後開始 他有修行的次第方法 所以他這裡 修行的原理 或是他的理論 他的理論 原理或是理論 修行的次第 或是修行的方法 那你要解脫 你要怎麼修 你要成佛 你要怎麼修 你要神天 你要怎麼修 你要不多三二道 你要怎麼修 他們講這一些 每一本經都一樣 但是他的原則 就是說 這一本經 也許重在解脫 或是重在成佛 或是重在不多三二道 就不一樣 那麼修行的 就是你的目標不一樣 你的方法就不一樣 那麼他都會跟你講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你如果想這樣 你必須要怎麼做 就論運作運 一樣道理 那這個是佛法 一般人沒有辦法 就是一般人都市 就是這邊一塊 那邊一塊 這邊一塊 那邊一塊 那這些都不成一塊 但是佛法其實是 佛法其實是 從一個和諧裡面 發展出去的 從這個根本 從這個根本 然後發展出去的 不管你得什麼 那麼你從這裡 你都可以找到這個根本 你做出這個根本 其實都一樣 那一般我們 讀阿彌陀經 讀金剛經 讀法華經 讀華顏經 怎麼樣 這幾個是不一樣的 其實金剛經跟法華經 不一樣 法華經跟阿彌陀經不一樣 甚至兩個還會打架 所以以前的中派就是這麼來的 這個維士的認為一定是五秤 不是一定三勝是究竟說 那麼一秤是方便說 法華經就覺得三勝是方便說 一秤才是究竟說 眾生都可以添佛 那這個維士學者他就不這麼認為 眾生都可以學佛 這個是方便說 對那一些不定種性的人說的 所以這個就是多不到一塊 然後互相覺得你的是 比如說大勝小勝也是這樣 你的是小勝我的是大勝 你的不是佛說我的才是佛說 反正就是沒有辦法融通 那個就是沒有抓到根本佛教 那麼你如果理解了你就會知道 所有的經大概都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但是他也許射受的人不一樣 所以他的法就有一些不一樣 那你把它回歸起來看 你用金剛經也可以理解阿彌陀經 用阿彌陀經也可以理解法華經 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 因為我們講到 我們還沒正式講 先講佛法概念 導致的一個分章分類 所以你看第十三章之後 他就從德行這邊開始講 那一般來講功德都是放在後面的 就你送完經或是依著修行 有些什麼功德 也有些會講在前面 就是這本經多殊聖多殊聖 功德有多大有多大 當一般都放在後面流通分這部分 就是你依著這本經修行 或是你遇到這本經是多殊聖 這本經的修行有多難得 功德有多大 你可以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都是依你依教奉行 理解這個經而來的 那我們大部分都沒有 也不理解這個經到底在講些什麼 他修行的原理是什麼 他修行的方法是什麼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只知道我這本經念完 念經就是修行 念完就有功德 多數人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錯誤的 這個是錯誤的 那麼以前的人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剛學我的時候 我也是這麼想的 我們有一些困難就發怨 我送幾部經 那麼覺得有人在走 就覺得 送幾部經回向給你 你不要再來擾亂我 你不要來障礙我 我送 我送 一百部金鋼金超渡你 你安心的去吧 那有業障 我送 五十部地藏金 那麼 家族往生 送幾部地藏金給我爸爸 送幾張地藏金給我媽媽 我們都是這種觀念 那自己送沒有力量 請法師送 請很多法師來送 就有功德了 這個觀念是錯誤的 當時沒有人知道喔 真的 不是說沒有人知道的 知道的人很少 知道的人很少 即使到現在還是這樣 即使到現在還是這樣 那麼多數的人還是認為 功德是怎麼來的 你送完金就有的 你沒有送 但是你花錢請別人送 也會有 他不了解什麼叫做功德 不了解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講 金裡面齁 就是你這本金修行的功德 基本上都是在 你明瞭修行的原理 依修行的次第而得到的 那麼 這兩 全面兩部分都是被忽略掉的 沒有的 就是你送金就是修寫 包括念佛也一樣 念佛的功德就是 我念佛的時候就有 道理是一樣的喔 我送金的功德就是 我送金把從頭送到尾就有 念佛的功德就是 我專心一心不斷地念佛的時候就有 是這樣嗎 不是 不是 念佛的功德是什麼 念佛的功德跟念金的功德一樣 你要知道佛是什麼意思 佛為什麼成佛 他到底是修了哪些成佛的 你都不知道 跟金一樣 這個金為什麼這麼講 他在講些什麼 他教你做些什麼 你都不知道 你只知道送金送完就有功德 念佛也這樣喔 你只會不曉得 阿彌陀佛為什麼成佛 阿彌陀佛告訴我們些什麼 你都不知道 你只知道 我只要好好念佛就有功德 多數人都是這個 這個是錯誤的 那一份導師算是把 就是在當時那一種 送金就是修行 念佛就是修行 的這種觀念喔 稍微釐清 也不是說稍微 就是真正的釐清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剛學佛 老師就我也不知道 我們的解決問題方式就是 我送多少金回向給你 我念多少佛回向給你 那麼來解決問題的 不是這樣子的 凡事有因有緣有果 那麼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必須知道 這個問題是怎麼形成的 現在是什麼問題 為什麼有這種問題 那麼我應該要如何解決 用什麼樣正確的方法來解決 都是這樣 那我們不是 我們所有的解決方式就是 誦經念佛 拜禅 就是這樣 拜哪一部禅不重要 那個禅是誰寫的 念些什麼不重要 念哪一尊佛不重要 當然有些人認為 有些佛功德比較大 威德比較大 那就是拜禅念佛送經 那麼再克服一點曹方 那拜經赤學學經 就這些了 我也不是說這些沒功德喔 我是說 我們不曉得真正的修行在哪裡 你究竟的意義在哪裡 好 那我們來看 就是 從第13章之後都是在講 德行 那就是 學佛到底學些什麼 要具備什麼 學了之後擁有些什麼 就好像說 你念佛到底在念佛的什麼 念完了之後你擁有什麼 很多人念完了之後 只是想說 我有功德啦 我有信心啦 增長信心 這信心是 不知道從哪裡起來的信心 那麼就覺得 我已經接受佛的庇佑 我未來往生有份了 就只是這樣想 他都不曉得 但是他也不能確認啦 老實講 只是增長一些信心而已啦 智慧是沒有增長的 慈悲是沒有增長的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沒有辦法真正擁有 佛法的真實利益 好 那第14章 他就講 你看 德行 擁有這一些德行的人 真正的德行就是正覺嘛 就是覺悟嘛 覺悟的力量來自於智慧 智慧的次第就是文之修 那這個後面都會講啦 我們現在大概講一下 那麼你看 德行的心術與實施原則 那 就是 你要具備這些德行 你應該要怎麼樣做 好 那接下來就講到 我們 就是友情 我們剛才講嘛 佛法以友情為根本 友情 就是他主要在探討 主要在解決友情的問題 那麼 後來的佛法當然會牽涉到 無淺就是世間這部分 那麼 這個世間有多大 那麼 多大多大 然後哪裡國獨怎麼樣 非常多 那每一個 就是 講到這個世界的形成 世界是什麼形成 那為什麼這樣形成 世界有多大 宇宙有多大 佛法裡面也有這部分 像華爺已經講的世界就非常多 但這不是佛法的根本 他如果有就是 佛陀以前很少講這個 很少講這個 過這個世界多少 有什麼世界 那大盛開始特別有講到這些 那個世界的人是怎麼樣 然後 這個世界的情形是怎麼樣 這講到非常的多 但是佛法最重要是解決問題 我們可以這麼說 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 然後 沒有問題 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上是這樣 但問題裡面最主要的是生死的問題 那麼 生死問題之前是 做三惡道的問題 就是受苦的問題 天人不受苦啊 但是他一樣的生死問題啊 所以 最重要是離苦 離苦 那麼 先發現問題 問題從哪裡啊 難道 解決問題 這個就形成所謂的四地嘛 苦極滅盪 那麼 解決到什麼程度 才是徹底解決 那不會死為戶然 那 他就是 不斷生死嘛 你以為解脫了 其實沒解脫 所以要做到什麼程度 才是真正 徹底解決掉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是佛法 那麼 從我們現實的問題開始解決 老病死 這個是 比較後面的 現實的 驗證會 愛別禮求不得 從這一切 然後 慢慢慢慢慢慢 怎麼樣在問題中 不增加新的問題 在解決問題的當下 不再增加新的問題 不讓舊有的問題更複雜 更難解 那麼這個是我們現在 就是在學習佛法上最主要的 好 所以他這裡就講到 開始講到 前面講到德寫 其實就是功德了 殊聖 那麼後面 就講到佛法的信徒就是有情嘛 所以我們講佛法最主要是有情 有情中的人 人中的什麼 佛弟子 你看阿蘭町也是 阿蘭町就有外道去問佛啊 他說佛你是慈悲平等的 對一切眾生都平等的 但是他主要在為人說 人裡面主要為佛弟子說 那你說 你一切眾生都平等 你應該時間一半一半 一半為佛弟子講 一半為非佛弟子講 這樣才平等阿 你多數都是為你的弟子講 那你偏心 外道是這麼說的 那你明顯偏心嘛 他說這個不是偏心 因為佛弟子就是信仰佛嘛 所以佛叫他怎麼修 他就會怎麼說 講一遍 頂多講兩遍不清楚 講三遍 一百個人裡面 可能七十個人就會修 七十個人裡面 可能五十個人就成就 就這樣阿 另外一道 你跟一千個人講 其中可能只有十個人相見 十個人相見 五個人去修 五個人去修 三個人成就 那麼一樣的時間 一樣的記憶 你要讓三個人成就 還是要讓五十個人成就 當然給五十個人成就阿 佛陀是舉一個屁意啦 你有三塊錢 一塊錢是很肥沃 一塊錢普通 一塊錢很平均 你有種子 你要下在哪裡 你要收成 當然下在肥沃的田阿 那個肥沃田都下滿了 多餘的種子 再去下到中等的 再沒有 就下到平均的 那當然是這樣阿 所以佛法的核心是人 他不在於其他國土世間阿 怎樣怎樣阿 世界怎麼來阿 一開始是怎樣阿 我就不要講這些 主要在人 有情 主要在有情 有情中的人 人中的佛弟子 主要是這樣 所以就開始講 那麼佛法的信徒 那麼主要有所謂的在家跟出家 你看在這裡就講 不同的類型 說必備的條件 就是受持五戒歸一三法 三規五戒啦 這個是必備的條件喔 那我們現在很多人 也即使有一些人學佛也不歸一 那麼歸一的不受戒 那麼他也認為他是前程的佛教徒 那基本上這個是必備的 必備的喔 方規五戒 那麼不同的類型 你看分在家跟出家 有所謂的僧文 辟知果跟普達 所謂三聖 那麼 從這一章再分出 十六章跟十七章 那麼在家是怎麼修行 出家是什麼修行 就不一樣 然後十八章 就是不管在家出家 都必須要有的 所謂戒定位 這個就是三聖共法 都必須要有的 那麼即使是在家生天 做人的一樣 五戒 那麼天是色戒天要有定 一戒天就不一定 不用 但是這個就是戒 我們講人天 那菩薩 就不一樣 特別不一樣 然後再講到佛 佛 那佛裡面主要是正訣跟解脫 那正訣就是佛 解脫是神文 神文也是正訣 不會講到佛頭的正訣 跟阿羅安的正訣 弟子的正訣 這個就是整個佛法概論的一個 他在講的 這個是科目而已 我們先知道佛法概論在講些什麼 他是怎麼來的 那他是怎麼組合的 好 那現在大概知道了 我們再回應一下 就是佛法概論這三部分 就是他的組織 不是 就是他的內容 主要是來自於三部分 一部分是他的阿罕講要 講義 講稿 然後經過改寫 然後補充說明的 第二部分 就是第七章 他自己寫過的一篇 就是對佛法探討寫下來的一篇文章 那第三部分就是 就是為了要在大學講這 就是講課 那麼在依著這個架構 然後做一個完整的佛法概論 那編的 新編的 那大概就這三部分 那他主要的架構 就是他的內容 就整部佛法概論的內容 也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 講三寶 佛法身 那麼藉到這個法 那麼佛法身三個 第二章主要就是 講佛法的原理 講原體 講他佛法的內容 以阿罕經為主的 第三部分 主要就是得寫 以及佛法所射受的 以及他最後所成就的 那麼這三部分 好 我們先下課